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今天我们一起画画 今次我跟大家画油画 也很久没画 之前画了素描龙水彩 又出去写身 在室内画油画 好像出过几段影片 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再画一下 之前画了一些猫 今次我想画一下狗仔 看看我有什么工具 我预备了这个木架 今次在表中木内框的Canvas画 打开看看 它是这样的 表木内框 你看到有木的里面 有些钉子钉着 这个尺寸 你看一下用我的人做比例 大概30x40cm 是全棉 是细纹 是国内牌子 便宜便宜 其实方便可以送给人 或者是掛起去 表中木内框 然后有调色板 还有油壶 我里面已经有一些阿麻仁油在里面 另外有一个笔座 用来放笔 当然还有油画笔 我有个套去收纳 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但主要都是平脚笔 有一支是扇笔 就是画动物 尤其是长毛的动物 我就会用到 一会大家看到怎么用 主要是灌毛 我主要用动物毛 我很少用尼龙笔 因为真的好用一点 而且会比较绝色一点 容易口涂 因为水彩要透明 其实油画呢 最重要就是要厚重 我很想做厚重的效果 去突出水彩有水彩味 油画呢 就应该有油画味 好了 究竟我是画些什么原稿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 你看到这只是小狗 场外的狗 好像是屎垃圾 其实为什么我会画它呢 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是一只狗狗 他叫B 他就很想试试画 但是呢 他是没画过画 也都没画过油画 所以我教他画 所以我就想拍定一段片 让他可以看着画 其实他都会来我室室一起画的 所以我会画两次 他来到我也会 step by step 他就会画 希望他就画到 他都乖的 起码他都画了一张 原不草稿 因为我想他重演一次狗的结构 就会好一点 你看我是用iPad的 我就不是写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如果你写出来 色彩很大 所以我自己就喜欢用iPad看 用大iPad看的很大 那就会方便一点 事不宜迟 然后我们一起画了 好很快我就起稿了 这个是块镜来的 你看到呢 我就用啡色 多油少颜料 起稿 留意那个构图的位置 比例 和方向 为什么要多油呢 因为容易掌握 一会儿 现在上颜色 你会看到掌握在面 就很容易了 掌握的颜色 是啡色来的 你看到深色的地方 就是加了一些冷色加啡 眼球呢 一会儿会用珠虹加裙青 你会奇怪 为什么 那么深色呢 其实狗呢 本身有皮肤 然后呢 他呢 在面上 就删了一些白色的毛 所以 其实你至少是做两层的 开始粉色一点 你见我 加越来越多白 有些呢 好像米米的色 那样呢 就加一些黄珠虹纸 然后呢 你见我 开始掌握 一个浅灰色 不要做白色 做浅灰色 就白色 要多些 接着呢 就少少裙青 少少珠虹 或者吉虹 都可以的了 那么 留意你下的那些呢 是狗的毛来的嘛 那就要留意 那种狗的毛有多长呢 和它在哪个方向删 你画的时候的笔触呢 要跟回它的方向和长短 如果你想狗毛呢 比较立体一点 层次丰富一点 就要落不同程度的灰 例如是多一点白 少一点白 暖色一点 或者冷色一点 第一层呢 就推得很薄 会越来越厚 和越来越白 当然啦 你要留意 那种动物的轮廓 去做色快 那么其实呢 很多人画长毛的动物呢 最大的困难就是 就是整天推得太多 就是起势地搓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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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那就变了一坨东西 变了棉花 那样 所以你要留意 要整天抹筆啦 要点颜色啦 还有就不是无限推的 都要根据个图呀 根据个动物的毛呀 的层次去画呢 那当然是会好一点啦 那画画呢 就要有点耐性啦 其实要慢慢看清楚 观察清楚 先落筆 那你见我好快 因为我快镜而已 那所以就要 要留心一点啦 那你见到这个 香蕉呢 我又开始画 那其实呢 有时候我觉得呢 那些 寵物不一定是很有趣 他呢 抱着公仔 你又觉得他很特意 好像小朋友 那样 那我以前养猫呢 他都常常抱着同一个公仔 有时候是很噁心的 但是他就是喜欢抱着 那说一说这个香蕉怎么画呢 首先你呢 就见到这个两个面 向过面呢 就这样落个中黄 而背光那边呢 就加少少猪虹和纸 为何常常黄和纸都黏在一起用呢 因为黄和纸是对色 你想黄和纸是对色 你想黄和纸是较骚一点呢 就加对方就OK了 那之后你见我呢 现在有些白白的色 那我加了一些黄和白在表面的 那然后呢 就要观察它的分界线和阴影 就会放多些纸 就不要落白色了 可能是黄和少少猪虹加纸 然后一些很深色的地方呢 跟刚才狗的眼鼻一样颜色 就是猪虹加裙青就可以了 果肉呢 都是米白色 主要是白 少少黄 跟着有些纸 如果它暖色一点呢 就加些猪虹 或者鸡虹就可以了 背景呢 先画了Cousin 那都是类似的颜色 有多黄 少少白 少少猪虹 少少桔虹 少少桔虹 有些纸 那如果你想再红点 鲜艳点 你可以放少少品红下去 Cousin 那个花笔呢 就可以啡 加些纸 加少少裙青 那就有些少少骚髒的效果 但是呢 和基本的颜色呢 也有些相似 那样 那些鲜艳的重叠位置呢 会再深一点 那你就少些白 多些蓝色 譬如多些纸啊 藍啊 去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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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那些摺痕呢 就可以了 去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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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少少模糊化啦 那做背景的颜色呢 就要做一些灰色啦 有些湖蓝啊 珠红 和少少白啦 那做了第一层颜色 之后呢 就可以呢 放些黄白 铺在表面那里 白色呢 就越加越多 那感觉呢 就有少少渐变的效果 然后就调整这个效果啦 做一些色块 有些深灰啦 暗位那里 那也都有一些是浅色 加一些白啦 好像土黄那样的 那就要看回呢 情况加不同色调的灰 慢慢呢 就接近尾声啦 调整一下 那个动物的细节啦 譬如是一些毛啊 和眼睛的瞳孔啦 那你要留意 如果 如果照片不清楚 你要对它 那个狗呢 眼部的结构 要有些了解 然后呢 就做鼻 那个立体 那就要做两个面 也都要有光位 那看下去呢 就会精灵 有神很多的了 刚才一路我做那些毛的颜色呢 都是最浅是浅灰 或者有不同程度的深灰 这个时候呢 我落唇白色 那就可以看到那些毛的质感 当然也都要留意 那个动物的毛的长短 和呢 它生长的方向 一路呢 我都用了很多冷色去做背景 现在呢 我就想加一些暖色 那希望呢 做一个冷暖的对比 那就可以突出主角 看下去呢 也都会协调一点的 今次分享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